好的主播 美国当地时间16号 有不少示威者上街 堵住白宫好几个出入口 在白宫外举牌高声抗议 批评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 空袭行动是 种族灭绝 喊话半灯也喊话以色列 为无辜的加萨人民发声 不过美方立场至今没有改变 以色列当地媒体更报道 拜登很可能本周就会前往以色列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的这段话 似乎也间接正式消息 不过台拉维夫当地依旧空袭警报不断 拜登出访恐怕需要更周延的计划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消息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